然後現在來跟你們介紹一位大美女 來這邊要變十八姑娘的 我想介紹妳的名字 還是給妳介紹妳自己的名字 一位大美 杜宜姐 朱寶妹 朱寶妹 姐都叫朱寶妹 對 妳要開頭 台灣有來一個叫朱寶妹 居然跟我同年同年同日生 台灣來了一位 好 看著我這邊方向 杜宜姐 5 4 3 2 1 台灣來了一位 朱寶妹 她是個大美女 然後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她的名字叫杜宜姐 我們雞人同年同月同日生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很棒 來 繼續啊 繼續聊啊 好 我請她 因為這一位美女 她有來過金門 然後對金門也有相當的認識 我們來請她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沒有太大的認識了 但是來了好幾回了 那我覺得金門是一個很純樸 那可以來這邊放鬆的一個地方 對 那妳對金門的印象 印象就是純樸 安靜 可以放空 對 那如果朋友們要來金門玩 一定要來住十八支樑 因為十八支樑可以提供妳很放鬆的一個休閒空間之外 還有很親切的女主人 然後她可以為妳安排許多的 不管是妳要去旅遊啊 或是吃的一些方面的問題啦 或是說飛機啊 她一些的那個狀況 她都可以幫妳處理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來到金門既可以放鬆 那其他的部分也都不用擔心 因為十八支樑的女主人 會幫妳處理得非常妥當 嗯 好 所以妳可以接 所以要是想找到這個女主人是誰 找我就可以的啊 找到就出來了喔 然後我還要再轉到香檸那裡嗎 對不對 都可以 我們四個人 我們另外兩個人就出來了 對 我們另外兩個人就出來 出來以後我們就跟著走到外面 十八支樑是個可愛的家 好 來到金門 住在 來什麼 來到金門一定要來住十八支樑 住這裡 住這裡 那妳變成十八姑娘 他們都會剪接就對了 我們帶了一起出來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往那邊走 她要到外面走 對對 然後我們就一起講 十八姑...我也沒穿鞋 十八姑娘是個可愛的家 十八支樑 在這裡 中邊就十八姑娘 然後我們會跟著她就對了 她是主持人 你站中間我們就在旁邊 對對對 還有她 一起 然後妳就待會接剛剛的那個 到底這女主人是誰 講得這麼神奇 但我... 對然後妳那個可不可以往那邊放嗎 對然後換個鏡頭啊 然後我們會再一起出來 我們要出去的時候再一起出來 嗯 ok 好,妳來門口講 然後她就再出來 嗯 然後我們就走到外面去走秀去 那...那...那...呢... 等一下我就跟著走出去了嗎 對啊就好 那... 把東西拿著 喔...喔...是啊 要拿嗎 要啊,因為外面很多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